大家好 非常荣幸来去讲这个888疫情的豁免政策 大家很多人在这年都经历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这个针对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能帮助大家的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出发 希望能够再帮助大家少走弯路 今天我们讲座的内容呢 关于888 ABC的COVID的concession 疫情特别豁免政策 这个政策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我们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如果这个政策涉及到你的话 无论你通过哪个移民代理来去办理你的移民 对自己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更加了解的话 对大家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首先呢 这些豁免政策其实听起来并不复杂 我们稍微今天把这个图给大家勾勒一下 大家具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肯定要根据你自己具体的情况来去分析 包括你提前支取 债券啊等等 这个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希望今天不要把这个今天听到的信息 当做你最终用来做决定的最终答案 那么首先呢 针对于所有商业类别的豁免政策里边 基本上只适用于2019年7月1号之前 获批188的申请人 注意是获批不是申请 所以你的签证必须要在2019年7月1号之前 获批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否则的话呢 他认为说疫情可能对你的影响来的比较短 所以不大 所以你还是依然按照旧的政策来去走 第二个就是对于居住区的居住期的豁免 其实在很今年年头的时候 很多申请人 尤其咱们中国申请人回国过年 因此被卡在了国内 那这个事情呢 卡在国内之后 你所面对的就是 不能入境嘛 很简单 这个188可以入境的这个要求 可能是今年10月份还是9月份 我记不太清了 才推出的 那在那之前是不能入境的 那对于有居住区要求 以及即将188到期的这些申请人来讲 这个问题会很大 那么对于所有的188的持有人转88的时候 针对于那个居住期的政策 比如说188A里面 两年住满一年 188B里面呢 188B里面的四年住满两年 188C的四年住满160天 这些要求都可以从今年2月1号开始 一直到豁免期结束 都可以算作在澳洲居住 这个豁免期结束 目前还不知道 恐怕要根据全世界的疫情 以及这个 以及起码是这个 这个边境要开放之后 这个豁免期才会结束 那么所以针对很多 188C的申请人特别开心 因为你160天其实都已经做足够了 不过呢 要注意可能州政府担保会有另外一些要求 这个部分并不在这个豁免 移民局的豁免政策之内 这个需要跟州政府在单独进行沟通 188A类的持有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你可以不经过豁免就可以入境的 但是呢 还是要隔离 这个以前是要过豁免申请 后来对于188A来讲 都可以不用再去申请exemption了 就可以入境 但是对于过桥签证持久人 比如说你188递交了888 你的188A已经过期了 那这时候呢 你还是需要申请豁免的 而且有时候他不会给 我们接下来说188A和888A类的豁免政策 刚才说的是总体的豁免政策 现在是只针对188A 就是商业创新类边 那前面说过19年7月1号 要check你的批准日期 给出两条路径 并不是说所有的188转888 都可以享受这个豁免政策 它有些部分 有些更宽松的政策 是给了188A的延期类 也就是说你的extension 就是你达不到条件 怎么办呢 本身188A就有一个 可以延期两年的这么一个要求 就有这么一个机会 那现在呢 针对于延期类的更宽松 但对于888A的直接转的 其实并不宽松 比如说88A对于营业额 30万奥币 最后一年 30万奥币的营业额的要求 对于20万奥币的净资产 60万奥币的净资产 以及两个全职雇员 这三分之二的这个要求 都是没有豁免的 对于两年连续不断的经营 也是没有豁免的 中间如果你间断了经营 那这个部分 你没有办法直接申请888A 但至于什么叫不间断经营 什么情况是间断经营 这个稍后顾律师会跟大家 再做一个解释 我们在后面讨论的环境 也可以跟大家回答 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到底什么算豁免 间断 什么不算间断 并不是说你在COVID期间 关了门 就一定算间断了 第三个 就是对于888A 对于递交签证之后的持续经营 和净资产要求 也没有豁免 大家要知道 你188A递交了888之后 还是需要继续去做生意的 并且你的净资产 是需要依然保持到二双LB的 那这个部分也依然没有豁免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如果在审理过程中 你的净资产发生了一些减少的话 或者你的经营出现了中断 尤其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现在会出现大量的中断 那这个部分要小心 你有义务继续去维持 否则的话 你会有面临拒签的风险 然后这些虽然888A的要求比较严格 但是188A的 续签类的 延长类的就不严格了 它允许你不用连续中断 连续经营两年 你只要累积经营满了两年 以前是不能累积的 只能连续 虽然为什么要剩188A 就是因为你的营业额 净资产各方面不够 经过经营 你可能经营的不是很成功 但是你的确有做了两年 这时候你可以去续签 延长你的188A类 现在它的主要的改变 就是从连续两年改成了积累两年 所以即使你有中断 你比如说你做了一年零八个月 后面如果你出来又重新做了四个月 那这个时候有了间断 你没有办法申请888A 但是你可以申请188A的延长类 这以前是不可以的 但是因为COVID这个豁免 是反而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大家根据你自己经营的状况 你要去清楚的和明智的去选择 去续签188A的延长类 还是去直接申请888A 当然每个人都想要直接一步到位的 去申请888A 那么这里边的问题就是在于 如果你申请888A 但是会导致拒签 并且在去签的时候 你持有的是过校签证 你的188已经过期的话 你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变成 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 所以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 真实的情况来决定 到底要怎么办 这个需要和你的注册移民代理 或者你的中介 你的律师商量清楚 这是188A 我们刚才概括的 这就是法律给出的豁免政策 那州政府的豁免政策呢 其实现在都没有很明确的情况规定 比如说维州没有很明确的去说 针对于你每个月 每年不能离境六个月 六星期这样的一个要求 但是呢 肯定移民局的政策呢 会影响州政府的政策 如果你有具体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要考虑州政府的要求的话 还需要根据州政府的情况 与州政府进行沟通 沟通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提交 这个州政府担保的申请了 州政府是比较容易说话的 他们都很乐意给自己的申请人 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和反馈 所以呢 跟移民局不同 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见的情况不确定的 可以其实 州政府是鼓励你跟他们沟通的 这是188A 188B 是很有意思 本来呢 188B签证呢 你是需要持有签证足够四年 持有这个州政府债券 四年之后才能提交888B签证的 但是呢 针对于现在这个豁免政策 19年7月1号之前 获得188B的申请人呢 他允许你提前把钱撤出来 但是他有几个要求 首先 前这个州政府债券啊 就是这个150万欧币 这种债券必须要在豁免期间撤出来 这是第一个 必须要在豁免期间撤出来 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撤 但是豁免期一旦结束 你就不能撤了 第二 在撤这个债券之前 你必须已经满足了两年的澳洲居民的要求 这个里边要注意啊 已经满足了两年澳洲居民的要求 这个我前我在开会之前刚跟David讨论过 他在这个法律的撰写写的非常有意思 澳洲两年的居民要求呢 他并不是说等同于前面你看到的澳洲两年居住的要求 OK 这个在法律上更等更倾向于说 我们其实在续签 比如说155签证 包括配偶签证 父母移民之类的里边有一个叫常住澳洲居民的那个要求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拿到188B之后呢 就来澳洲了一下 然后但是没有租房也没有安家就回去了 过了两年 这时候你是澳洲居民吗 你不是 因为你的常住地没有在澳洲 但如果你已经在了 但是因为比如说 这个假期被因为这个边境关闭的原因被卡在了国内 那这个时候你是应该可以满足的 那当然我们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豁免期的这个时间已经算了 四年里面住两年的这个要求 这个还是可以计算的 另外就是你要注意在撤出证券 证券之前 你是持有这个签证两年 并且属于一个正常的澳洲居民 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复杂 有点风险的 那我不再具体去深入去讲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想要撤出的话 可以提前跟我们沟通 我们最近刚刚有一个客户撤出了这个888 sorry 撤出了150万澳币 我刚刚还敢看了一下他的材料 他在撤出的时候 维州政府TCV给他投资不是150万澳币 最后退给了他154万澳币 把后面两年的这个利息也算进去了 我们也觉得很神奇 这个听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 不是我们看到他的转账记录 和TCV给他的statement 我们都不会认为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确实是这样 这是白纸黑字的材料 并且这个申请人也已经目前获得了 州政府担保也提交了888签证 他本身要再等两年了 但是因为他已经注满了两年 满足了居民要求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他可以把150万澳币提出来 并且可以提前申请888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要求 另外州政府担保本身有一个 对888币的额外的维州 有一个额外的投资要求 但是要注意2019年7月22号之后 获邀的申请人才有所谓的50万澳币的 具体投资额的要求 如果你是豁免政策的享受者 你肯定在那之前获邀 这个是一定的 那么你其实是没有投资额度的要求的 也没有具体投资时间长度的要求 但是要有额外的投资行为 可以通过购买股票 购买投资房 可以购买一些金融产品等等 这些都可能可以获得 所以对于你来讲 如果你现在属于这个豁免期政策 因为前面 而且前面条件都满足的话 你可以通过去继续 但是你唯一没满足 就是额外投资的事情的话 可以在接下来几个月时间之内 做一些额外的投资 时间应该还是来得及的 这就是针对888币的豁免政策 888C 那一样 这前面我就不再多说了 豁免期居住澳洲的时间之内 其实已经所有的888C的 160天的居住要求 都已经满足了 因为从2月1号到现在 已经200多天 快300天了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另外就是你的平衡投资部分 可以在豁免期间撤出来 就是300万欧币的这个部分 平衡机外是不可以撤出来的 所以如果是说 你这时候想要去撤出 平衡投资的话 是可以的 但很多投资人会选择 把平衡投资转成非SIV compliant 这种就不是SIV类别的 其他的投资产品 因为你把这钱撤出来 除非你要买房 否则的话 你要全银行利息收益 各方面都非常的低 所以反而是继续保持在基金里会比较好 但这个是见仁见智的 法律原则上面 你在平衡期间 是在这个豁免期间 是可以撤出来的 但是豁免期过了之后 就不能撤出来的 还有朋友问说 这个豁免期过了之后 是不是要重新投 我不认为会需要重新投 这个法律上没有说到 我仔细其实今天看来 我认为是不需要重新投的 这个撤出来就撤出来 依然是可以继续满足 8C的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